台中银行自104年起持续捐赠再生电脑给偏乡学校与家福中心等单位 提升弱势族群的数位能力 减少城乡数位落差 并实现资源永续在利用 彰化家福中心及为首批受惠单位 今年再度获得115台再生电脑 以支持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更期待因此提升加幅而少的数位应用与学习能力 建坡地董事室 麻烦你 好 对 我们在这里 好好好 我们在这里 再她们 安全 也很于 深夜 游 Bry 我們要請董董先稍等一下慢動作喔 好 慢慢放進去 我們看前面 董董看前面喔 耶 好 開心 開心 一起好 一起很大 來 抬動一頭 謝謝台中銀行 謝謝台中銀行 好 那我們到家府 我們也要回贈我們的感謝 最重要謝謝台中銀行 送愛到家府 光牌弱勢而少 在數位發展學習的這部分 可以更加精進 好 我們謝謝我們台中銀行 謝謝 謝謝 彰化家府中心 是台中銀行 104年 首次捐贈再生電腦的受證機構之一 當時我們捐贈38台 大家都知道彰化家府中心 在彰化這個地區 在彰化線內 致力於輔助 弱勢家瓶跟兒童 用全方位的 的角度來 來去提供輔助 跟救助 對社會的貢獻 非常的卓著 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那今天呢 我們 雙方 再次相聚也是有緣 台中銀行 特別增加 捐贈電腦的數量到 115台 因為我們要用行動來支持 彰化家府分心 為 弱勢家庭提升 數位應用能力 為孩子們 創造更美好的學習環境 非常高興 跟你代表我們彰化家府 又接受我們台中銀行 成福利董事後 再這樣一個好的電腦 來慰勞我們彰化家府 這是我們彰化家府 這些人的好處 因為我們要照顧給三千萬元 因為他們在逆世中 更需要做這些電腦 知道嗎 因為我們是 用教育來觀賞他們的人生 只有用教育來觀賞他們的人生 只是後天才有辦法 讓這個愛繼續循環 所以這個電腦有很多愛的意義 所以非常感謝 再次感謝我們台中銀行 台中銀行送派到家府 彰化人彰化是新聞記者林明佑採訪報導